再次来到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 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讲座 那么我们已经上个学期有沈志华教授来讲过 那么这个学期这个林云辉教授已经讲过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这个高华教授 高华教授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 那么这个学期他在中文大学历史系担任课做教授 高华教授的论著非常多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他还有第二场 所以我这一次不介绍他的全部著作 但是有一部著作一定要提一下的 就是高教授的成名作 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我们这里是科技大学 在座有很多科学家 有很多学科学的同学 大家常常知道这个太阳是不会升起来的 只不过我们人类每天早晨 随着这个旋转的地球 卑微地抬头仰望的时候 错觉地以为太阳一轮红日在燃燃升起 但是在1940年的延安时代 东方红太阳升 不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错觉 所以高华教授的大作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用萧公勤教授的话讲 描述的是20世纪 中国浪漫革命中 残酷的美丽 到了1960年代中期 东方的红太阳已经升到它的最高点 亮的扎眼的红色光芒 笼罩了中国大地 于是我们中国有了文化大革命 我们也亲眼见证了这种残酷 可以如何美丽 这种美丽可以何等的残酷 可是我们还不知道 太阳为什么会这样红 美丽为什么可以这样残酷 红太阳为什么这么快 就结束了它的旅程 所以我们现在听听高华教授 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诠释 欢迎 刚才吕教授讲的那么 她希望我能阐释能解释那样一些重要的问题 我真的不敢当了 我只是从我自己的研究 从我所接触的历史资料 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那么也和同学们和各位老师 如果我们下面留一点时间 我们一起 一起来讨论 那么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呢 是毛泽东和文革的发动 那么我要谈的这个文革发动呢 包含两个方面 一个是 她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再一个呢是 文革是怎么发动起来的 我认为呢 文革 它是 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因素 也就是我这个大方上提到的 一个呢 是集中体现了 她对她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 第二点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毛泽东认为 他在文革的前夕 已经大权旁落 他急于追悔 那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呢 我认为在文革的全部过程中间 特别是在他的初期 是紧密的缠绕在一起的 那么我现在开始 就展开我今天的这个报告 我先说第一个因素 就是文革 集中体现了 毛泽东所理想的社会主义 那么我们现在要谈 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 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们通过历史资料 可以看看 可以看到 也就是 在毛泽东的 五十年代以来的 特别是五十年代后期的言论中间 尤其是在文革初期的 1966年的五期指示中 毛泽东呢 对他的这个理想有所描绘 我认为呢 这就是一个所谓一个高扬革命精神 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 那种所谓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平等的关系 摆脱对物质的追求 思想不断存化的这样一个新的田地 这就是我理解的毛所理想的社会主义 那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实现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 那么我觉得是由毛的两个概念可以概括 第一个就是大抓阶级斗争 第二个就是斗死批修 所谓大抓阶级斗争 就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不断的提高公有制的含量 在思想和政治领域 不断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那么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因为毛主席搞斗争 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思想上的学习 思想上的提高的 所有的斗争都是有一个具体目标的 有目标的 那么这个斗争的目标 在50年代以后 50年代后期以来 逐渐的在60年代以后就更加清晰 斗争目标是两个目标 第一个是所谓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个就是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是毛主席为了实现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 要进行斗争的两个具体的目标 那么这两个目标在文化革命的刚领性文件 1966年5月的所谓516通知和1966年8月的16条 这两个文革的刚领性文件中间都明确的指出 文革就是要打倒走资派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打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讲得很清楚 那么我想毛主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对公有制的这样一个强调 对市场的排斥 应该说是和马克思啊 列宁啊 斯大林啊 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毛泽东对走资派这个概念的创造 应该讲是一个创举 走资派 虽然在这个问题上 他的思路以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从1966年初 66年文革开始 他认定走资派是属于敌我矛盾 所谓走资派 就是用当时的词汇讲 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就是阶级敌人 这是敌我矛盾 但是演变到两年以后 毛泽东在走资派这个概念上开始后退 他换了一个说法 说犯了走资派的错误 所以走资派是毛的创造 但是在走资派问题上 他到68年以后有所后退 但是他在对资产阶级 所谓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这个看法 是一贯的是一致的 那么严格的说 毛对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这个判断 不符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我们一般都知道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 判断阶级 他的依据是应该根据他占有生产资料多少来判断 而不是根据思想意识来判断 那么 这个这个问题上啊 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 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1958年 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上 开始基本上把资产 把知识分子全部划入资产阶级 这是为文革的提供了一个 他的一个一个来源 那么到了文革啊 文革前夕啊 老人家把知识分子 不管是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还是新中国建设啊 新中国建国以后 在我们的大学里培养的知识分子 以及在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 一概打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框架里面 所以全部叫一锅端啊 一锅端 那么1966年文革初期 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一幅对联 这幅对联很有名啊 妙小神灵大 池浅王八多 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了一个字啊 叫池森王八多 那么毛主席在1966年的6月 又给北京大学一个称号 称之为反动堡垒 反动堡垒 那么这里我们也没有时间展开 就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消极性的否定性的看法 特别是对人文类知识分子的反感和排斥 流露出的是一种比较强烈的反制主义的情绪 反制主义情绪 那么下面我要讲 毛泽东发动文革 他一定是对当时的中国不满意 对当时的中国的情况不满意 那么1960年代到底是有哪些事情使毛主席不满意呢 我想首先他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是非常不满意 那么他特别不满意的是 刘少奇在60年代初推行的一线的政策 他认为刘少奇幼了 那么事实上刘少奇是正确的 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 我们知道60年代初 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困难 过去我们通常称之为叫三年自然灾害 今天呢我们可以称他叫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严重困难时期 那么从当时的资料看 毛泽东也亲自参与领导 部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的工作 而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 他们更对政策的错误导致的百姓的生命损失 感到很深的愧疚 也就是60年代初的特大的困难 导致的我们的特别是农民 数千万农民的生命损失 用当时的词汇讲 叫非正常死亡 这些领导同志是怀有愧疚感 愧疚感 因为他们都知道 在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 饿死几千万人 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这是一个太大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非常困难的形势下 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 承担了大量的工作 努力的恢复常规 恢复秩序 挽救国民经济 特别是把毛泽东搞大跃进的那一套 毛泽东搞大跃进的这一套 就是用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进行经济建设 这就是所谓大跃进 把这一套给他数字高阁 没有进行批评 但是给他挂起来 数字高阁了 那么或者悄悄的 对大跃进的这一套做了转换 刘少奇在六零年代初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 我这里要讲的是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 陈云 中央实际上是这四个同志 这四个同志 他们在这一段时间 对内开始调整国内紧张的关系 这个紧张的关系就是 五十年代以后 五七年以后 不断提高的阶级斗争 就是对阶级斗争开始降温 这里我们可以做个研究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建国新中国建国以后 我们基本上在毛主席时代 是每年每月都有运动 但是唯一没有运动的 就是六一年的下半年 到六二年的上半年 一年不到时间 就是经济特大困难的 达到危机的顶点的 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 和六二年的上半年 一年不到十个月左右 这十个月 国内是唯一的没有搞 运动的这四个月 那么我想刘少奇 等中央领导同志 对内调整阶级关系 特别是安抚工商业人士 就是那些所谓资本家 安抚知识分子 那么给被打成小彭德怀分子 有情机会主义分子的 全国几百万干部 平反 对外 而且开始希望和苏联 缓和过分紧张的关系 这里我们要提到 一九六一年 是中苏关系得到缓和的一年 一九六一年 这里还要提到一下 就是一九六一年的年底到六二年 刘少奇甚至默认默许 对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 右派进行右派 甄别的试点工作 这试点工作在全国 具有两个地方进行的 一个是安徽 一个是山东 全国是在两个地方 进行了试点甄别 准备到适当的时候 对反右的扩大化 进行甄别 这是在国内政策方面 对外政策方面 一个是调整和苏联的关系 在反修的问题上 调子降温 再一个呢 减少过量的 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援助 当然 刘少奇等人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 当然我们都知道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 他们对当时的特大的困难 给他的解释 叫做三年自然灾害 而且呢 还有一个解释 叫做苏修必债 苏修必债 这是两个经典性的解释 我记得我当时是小学生 我们的老师就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没有肉吃 没有肉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的肉都送给苏联还债去了 这是一个当时非常经典的一个叙述 几乎家家户户都知道 我们困难 一个是自然灾害 一个是苏修必债 那么我想刘少奇 为了照顾毛主席 当然同时也是和他自己也有关系了 刘少奇在1962年初的 七千人大会上 他说彭德怀给毛泽东的那份信 没有错 彭德怀的错 如果是理通外国 我想这个理通外国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 他这样说 无非是告诉大家 彭德怀是不能平反 那么刘少奇本来是 要为维护毛泽东的威信 甚至是为毛主席在大跃进中间的一些错误进行开脱 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 但是他这样做 已经把问题搞得去去弯弯 反而使自己不能理智气壮 他以为毛主席会领他这份情 谁知道情况并没有他想的这么简单 毛泽东对他非常不满 在六二年初就已经非常不满 因为在毛主席看来 中国出现的特大困难 就是这三条 一个自然灾害 输修必在 最多加一条 我们经验不够 交了学费 交了学费 那么有一点损失 不算什么 关键的是 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 绝不能松弃 当时我们中国的人口是六亿五千万 层级和错误相比 层级是九个指头 缺点是一个指头 这是非常经典的毛主席的九个指头 一个指头论 这是多少年很有名的一个判断 那么我觉得和刘少奇相比 毛泽东是一贯性到底 绝不松口 绝不松口 那么刘少奇呢 有点不一样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 七千人大会上 他在大会上 他说 他说 搞责任田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为了保持和毛主席的一致 他在七千人大会上 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 大家知道的 刘少奇支持暴产道户 不是的 刘少奇公开言说 都是说 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对下面搞责任田 搞暴产道户 他采取的叫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他是用这种方法的 那么 当然我们理解 刘少奇这样做 这样说 都是有难处的 因为在他的上面 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这样的强势领袖 而且多少年的基左 已经是我们的基层干部 我们的广大中高级干部 思想上的这个所谓左的东西 击重难反 转的弯子不能太快 但是 刘少奇这样公开说的 和自己实际做的不一致 就使得他自己 进退失去 进退失去 那么就在这前后 又是年代初 又有一些更敏感的事发生了 使毛主席感觉到 受到更大的伤害 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就是1961年4月 发生的叫录音器事件 那么这就是文革中间 我们一些年龄大的老师 都会有印象的 就是被吵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窃听器事件 1961年4月 毛泽东发现在他的 在他的专列上 以至于以后他进一步的怀疑 在他所有的生活和工作过的 那些地方都被安装了窃听器 那么这件事 对毛泽东造成极大的伤害 那么但是我们伟大领袖 毛主席有一个特点 这是老人家有个特点 很多年前就有人 就看出毛主席有这个特点 就他在情况不利的时候 毛主席会忍 他的忍功比任何人都高 忍啊 他忍 1961年4月的这件事件 毛主席老人家并没有立即发作 虽然极为愤怒 但是他只是处理了几个具体的工作人员 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杨散坤同志 还是做办公厅主任 基本上嘟不嘟 老人家批评了一下子以后 就这件事故意把他忘掉了 但是这件事他一点都没有忘 这件事使他产生了一个 就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 想模仿赫鲁晓夫要做秘密报告 就是他对这个方面的一种警惕性 大大加强 当然老人家都知道 在1962年 62年上半年的这个七千人大会以后 全国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材料 在1962年上半年七千人大会以后 在国内的一些省市召开的党代会上 居然都有党员同志 在会议上公开的发言 要求中央为彭德怀统治平反 是公开的 不是私下的 是公开要求为彭德怀平反 当然这里还要提到 文革初期为什么要批判 邓拓吴晗妙莫沙 邓拓同志搞的那个三家村杂技 夜三夜化确实是真贬实弊的 真贬实弊的 我记得印象很深的 这个夜三夜化里面有一个 就是对那些吹牛皮放大炮的人 应该怎么样呢 邓拓写道 应该准备一盆狗血 再准备一个橡皮质的一个大棍 当他吹牛皮的时候 就把这个狗血往他头上一倒 再用大棍子对他头上猛记三下 这些文章是真贬实弊的 那么这些东西都被毛泽东主席所发现 这里要提到江青 江青自称他是毛主席流动的哨兵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天看若干报刊 把主要的信息向毛主席汇报 那么我刚才说了 62年的有很多同志 公开寻正常渠道 要求中央为彭德怀平反 又出现邓拓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真贬实弊的作品 那么还有窃听器 再加上1962年8月 邵琪同志早不出晚不出 当然是毛主席劝他的 毛主席说你应该出刘邵琪选集了 刘同志呢 居然也就也就同意了 所以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休养 是在62年8月1号正式出版 所以全党开始学论休养 毛主席遭到了建国以后 应该说面临到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 刘少奇的威望积聚上升 当然几天以后 五天8月5号到6号 毛主席就反击了 只有几天时间 老人家就开始做出一个回应了 我想说在这个困难时期 老人家面临的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压力 但是他采取的方法是 硬着头皮顶坐 那么所谓硬着头皮顶坐 在当时的这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下 毛主席还是没有办法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几句自我批评 这个自我批评大家都会听说过的 毛主席说谁要我是中央主席呢 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位就是我 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谁要你让我当中央主席 谁要我是中央主席呢 所以他做的这个 他做的这个自我批评是做的 但是当时就有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同志说 私下里对主席发泄不满 说毛主席的这个自我批评一点不深刻 因为他对别人批评从来都要求非常严的 除了要现实表现 还要挖思想根源阶级根源等等等等 但是他就是批评两句话 两句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 老人家毕竟是下最几招了 下最几招 他对最几招这个问题是看得非常重的 皇帝是不能做自我批评的 1956年胡志明主席到中国来 胡主席向毛主席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胡主席大家知道他的中文非常好 他会用古汉诗来写诗的 那么会写古汉诗的 胡主席说 我最近越南北方搞土改 搞土改搞得这个有问题 犯了很左的错误 我准备做向全国人民做自我批评 毛主席告诉他 告诫他 皇帝是不能下最几招的 下最几招是要亡国的 所以胡主席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 把长征同志 年龄大的一些老师可能会记住 越共的一个高级领导人叫长征 长征同志是五六年的越共中央总书记 把长征同志推出来 让他承担土改的领导土改的错误 提拔南方的李损同志 接任长征做总书记 他这个背景就是 胡主席本来要做自我批评 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 其实越南北方的土改 今天我们这里没有时间讲 越南北方的土改是在中国代表团 工作团的指导下进行的 完全照搬我们的特别是北方的 我们的土改经验 所以搞得很过祸 这里不说了 那么我这里要讲 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 这是对于老人家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难得的 但是他内心是不略的 很不高兴 以后他就说过 以后他说过很多关于七千人大会的话 江青也说过这样的话 江青说 从七千人大会开始 我们就忍 忍啊 就是江青反映的 也是毛主席的一个看法了 一个感受了 那么忍了半年 形势真的是好转了 形势真的好转 那看到形势好转 已成定局 1962年的下半年 毛主席决定反击 开始反击 他的反击 也就是重谈阶级斗争 重谈阶级斗争 我们大家都记住 毛主席在1962年8月 发出伟大号召 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紧接着又提出一个党的基本路线 就是在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 遥远的这个过渡时期 阶级斗争必须连连讲 月月讲天天讲 这是62年的8月的一个 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刘少奇 刘少奇对毛主席重谈阶级斗争 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想刘少奇是没有办法不接受 为什么 因为在共产党内 从1957年开始 谈阶级斗争是正统 不谈是修正主义 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基本主旋律 刘少奇同志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61年的下半年到62年的上半年的 一年不到的时间 淡化了阶级斗争的宣传 这里还提一下 这个时期 少奇同志为了安抚全国人民 特别还从香港进口一些左派电影 就是反映小市民的电影 让因为经济很困难 让老百姓就是暂时忘记肚子上的 肚子上的一种紧张感 看一些电影可以缓和一下 这都是非常的 做了很多工作 就这时期的领导同志 做了很多工作 非常政治上的 经济上的 社会上的 文化上的 就是做了很多调整 我讲的是 就是经济困难时期 那么我刚才说 少奇同志 也就是那一年不到的时间 淡化阶级斗争 所以 经济形势好了 毛主席又提出来要搞阶级斗争 刘少奇只能接受 但是他向毛泽东敬言 希望重搞阶级斗争 不要影响到经济调整 那么我想毛主席在1962年夏天 八月到九月 又开始出来了 他这次出来不完全是空的 讲阶级斗争 而是具体重点的打击了几个领导同志 这几个领导同志 我们今天都会知道的 有几个主要的人物 一个是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李维汉是党的元老 从1949年到1962年 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李维汉的统战部部长 在八戒市中全会上被罢免 李维汉同志的罪责 就是执行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 就是对工商界和知识分子 执行了投降主义路线 这把他罢免 邓紫辉同志 是公开的鼓吹三字一包 现在把他罢免 党内的还有一个老同志 就是所谓王家强同志 他提出对外援助应该适当 对苏联关系不要搞太紧张 这个同志也在1962年的 八戒市中全会上被罢官 还有其他几个同志 那么毛主席搞阶级斗争不是空的 是马上就处理几个同志 那么这也是给刘少奇的一个警示 刘少奇同志对毛主席处理的 这几位党的重要干部 没有说一句话 没有说一句话 而是跟着毛主席一阵批判 是跟着老人家一阵批判的 那么当然毛主席看到 刘少奇同志的这样的表现 在这个会议上 对刘少奇有所敲打 没有点名有所敲打 看到他刘少奇同志 迅速的跟上毛主席的步调 也就暂时放过了他 就是在1962年的10月 就对刘少奇就开始 给他一个再考察一段时间 再考察一下 那么我想最主要的原因 1962年 为什么毛主席对少奇同志 虽然有一点温和的批评 但是基本上没有对他有太多的批评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刚刚经济才恢复 经济才恢复 党内不宜有大波动 而且刘少奇的威望 在1962年的下半年非常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背景下 毛主席认可刘少奇同志的 还继续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 但是从62年的10月9月10月开始 毛主席对我们国内的形势 做了越来越严重的估计 越来越严重的判断 我这上面也写了 比如说他认为全国城乡出现了严重的反革命的 什么资本主义复辟 他甚至非常严重的提出 全国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判断 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 那么这个三分之一政权在谁的手里呢 这非常严重 1964年2月 北朝鲜的金日成主席到北京来访问 毛主席和金主席又有一个谈话 他说他他做了分析 他说在中国搞各种破坏活动的坏人 有多少呢 有一千万人 他告诉金主席 他说他算了一下 在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中国 这种坏人占了65分之一 他说65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坏人 那么继而毛主席表现出 对官僚体制的极大的反感 那么他提出几个重要概念 特别是叫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 那么以后又提出来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又批评卫生部 是城市老爷卫生部 他批评文化部 叫帝王将相部 死人洋人古人部 如果再不改 牌子就换 就换这个牌子挂出去 非常严厉 我想毛主席的这些 鸡评是一个激愤之词 这个激愤之词 是对当时形势的一种过分的反应 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 对刘少奇的强烈不满 严格的说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老人家在六零年代 对官僚体制的批判 在一定程度上 确实出击到我们新中国建国以后 我们体制的某些弊端 这是我们国内在四九年以后 从来没有人不可以公开的谈 这个官僚体制的问题 是老人家在六四年左右 开始谈这个问题了 在这之前谈的 一例是反革命 一例是右派 所以毛泽东是第一次提到 这个官僚体制的问题 这个所谓官僚体制 在当时的语境下 就认为是官僚主义和群众的矛盾的问题 就是指部分的干部 欺压群众 欺上盲下 这种行为的问题 多吃多餐 贪污腐化的问题 那么我想 我觉得毛泽东的这个 这个时候的这种 他的这个看法 还是有道理的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1949年以后 我们新中国建立的 是中国历史上最顽利的 一个自上而下的这种体制 因此我们的干部队伍 也是空前盘大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支干部队伍 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研究这个三零年代初期的 南京地区的 南京在三三年左右 有个江陵县 江陵县是当时的国民党的模范县 模范县 这个模范县里面 只有一个局三个科 一局三科 也就是一个县干部啊 国民党的干部 县政府的干部非常非常少 非常少 干部队伍这么盘大 这是我们新中国以后的现象 这个干部队伍一多 他当然和群众 他他就有一种矛盾吧 就有矛盾了 所以 这种情况 建国以后 就干群矛盾 是历来如此 历来如此 中央虽然是三零五升 用什么方法解决 一个是学习 一个叫整党 一个叫搞运动 他也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也希望解决我们的干部的问题 但是搞来搞去就这几个模式 通过学习 通过这个整党 把那些成分不好的人踢出去 等等等等 再通过搞运动 但是搞过以后 一两年 又差不多 情况又差不多 历来是 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 所以 我想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 官僚体制的问题呢 到在那个时候 应该讲是触及到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 当然 毛主席看到了官僚体制的弊端 他在1964年还提到两个概念 他说我们中国出现了高薪阶层和工人贵族的阶层 我认为老人家对工人贵族阶层的一个批评啊 可能是意识流 是意识流啊 头脑里意识流 这个就流出来了 没有真正的思考 因为我这里有个数字 同学们你们可以看啊 中国在当时城市的工人工资最高的地区是上海 是上海啊 上海工人 我这里的数字啊 是上海总工会的一个数字 上纲总工会的数字里面提到 在1961到1965年 平均拿40块钱到60块钱一个月工资的全民所有制工人 占上海工人总数的89%89点几吧 那就是月工资在40块到60块的占职工总数的89.69% 那么这个钱我们说肯定不是工人贵族 不是工人贵族了 所以工人贵族这个概念是老人家意识流流出来的啊 那么高薪阶层是40是40啊 我这里好像也有个数字啊 那么我想高薪者是什么人高薪者的主体是党的高级干部 特别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建国以后我们军队领导 军队干部的工资要比地方干部的工资要高 所以军队干部是高薪者的军队领导干部 是高薪者的主要来源 第二个是地方的高级领导同志 以及原资本家 就是工商界人士 以及著名演员 什么马连良呢 像这样的一些老先生 以及高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新中国高薪阶层的那些组成人员 那么这里好像有一些数字 可是我的意思是 在推动国家工业化的1950年代 老人家是绝不允许谈论这些问题的 特别不准进行工融收入差距的比较 大家还记得梁书明先生 在53年为农民俏谱 被毛主席狠狠地批评了 对不对 这是不允许谈的 而且广大农民看病难 这当然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的意思 广大农民看病难 是建国以来一直是这样 并不是今天 建国以来都是这样 那么这个突出的问题 与此相对照的 是我们严格的 等级森严的干部保健制度 也就是被老人家批评的 城市老爷卫生部 城市老爷卫生部 我这里要强调一下 城市老爷卫生部 它的服务重点 主要还是领导通知 并不是一般的市民 所以城市老爷卫生部 实际上是为了一些领导通知服务的 但是我这里要说了 等级森严的干部保健制度 是历来如此 历来如此 当然是有问题 这个保健制度肯定是有问题 可是过去 从来没有听老人家批评过 毛主席你什么时候 在50年代批评过 干部保健制度的呢 没有啊 没有批评啊 当然60年代 毛主席注意到高薪阶层这个问题 这对他是个非悦 他也提到干部生活特殊化 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么 可是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来 解释这些现象 我觉得可能是不准确的 因为那些高薪者 特别是那些领导通知 他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无非就是想多舒服一些 贪图舒服 或者是在群众面前摆威风 欺压群众 欺上忙下 这种行为是一种叫特权行为 特权行为 不一定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毛主席批评官僚主义者 批评官僚主义 无疑是正确的 我今天也认为 六四年 不管他什么背景 他这样批评都是对的 正确的 因为说到底 这些特权行为 是和党的那个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不一致的 可是 二十多年前 那个王世卫 在延安 不是也是批评的吗 也是批评这个问题吗 却被认为是反党 王世卫在1942年批评 十分三等 一分五色 他批评这个现象 但是被认为是反革命行为 那么 到了1957年 一些知识分子和干部 又提出这个问题 全部都被认为是叫攻击党的领导 挑拨党群关系 都被打成右派 就1957年 凡是提出这种问题的人 全都是右派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 在中国 在苏联 批评干部特权问题 一直是一个竞技话题 竞技话题 过去 俄国的那个托罗斯基 他说 他有一个概念 他说叫工人国家退化论 原先是工人国家退化成官僚国家 叫工人国家退化论 六零五零年代 兰斯拉夫有一个理论家 也是铁头的战友 叫德瑞拉斯 今天我们翻译叫杰拉斯 杰拉斯有一个概念 叫新阶级 新阶级 那么 苏联人看到六零年代初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攻击毛是半托罗斯基分子 应该指出 毛主席批评苏联和东欧 那些国家出现了特权情况 特权阶层 我觉得是完全符合世纪的 毛在六十年代初 批评苏联和东欧 出现了官僚阶层 他这种批评是对的 包括今天我们很尊敬的铁头同志 大家都知道 铁头同志非常了不起 是一个伟大的英雄 民族英雄 但是铁头又是一个美式爱好者 又是一个高级钻石的热爱者 这个都是这样子的了 德尔拉斯批评了一下 铁头同志把德尔拉斯抓到牢里面去了 关起来关了很多年 所以这一直是一个境界话题 那么我想毛主席希望中国 不要出现苏联和东欧这样的情况 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 他认为我们的干部变坏 大概有几个原因 老人家的事件里 他有分析 他认为我们的干部 为什么会变坏呢 第一个原因 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 混入党内 所以这些人 这个概念 他们这些同志 给他们一个概念 叫做阶级异己分子 我们年龄大的同志都知道 经常那时候我们看到 某某人被揪出来了 他是阶级异己分子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爸爸是地主 虽然他37年就参加共产党了 但是他的根子是个地主 所以他叫阶级异己分子 所以这类同志 本质上就是坏的 他是混入共产党内 阶级异己己分子 这是老人家的第一个判断 坏干部的一个背景 是阶级异己分子 第二个 好人变成了退化变质分子 退化变质分子 毛主席说 就是这些人都是忘了本 被地主 被资本家 用几条香烟 几瓶好酒 还有美人计 脱下了水 脱下水 第三点 我们干部为什么会变坏 脱离群众 脱离劳动 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60年代 毛主席提出了一个 给我们指出了光明大道 解决干部脱离群众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干部参加劳动 干部参加劳动 所以这一点 今天看的话 这是我题外话 我觉得干部参加劳动 也蛮好的 就是一个礼拜 或者两个礼拜 参加一次劳动吧 这点应该是 对毛主席的 那个时代的一些因素 我想有写还是有用的 干部参加劳动 从63年开始 强制性的要求 干部参加劳动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加强思想学习 总是要学 第三个 搞运动 就是这几个方法 就解决干部腐化 就是这三个方法 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可是老人家在60年代初之前 长期默认一个规则 就是反领导 就是反党 就是反毛主席 这是1957年的铁的规则 当时一个流行的一个说法 不是流行的说法 就是一个差不多公开的说法 就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 他是通过党委 省市党委 一直到车间党支部来落实的 反对支部书记 就是反党 反毛主席 因为毛主席他在北京 他的领导是这样子下来的 所以任何领导不能批评的 批评领导 就是批评毛主席 这是一个1957年的 教育了全国广大人民的 特别是知识分子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非常重要的经验 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到60年代初 他好像改变了 改变这个情况了 我想可能毛主席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也就是在60年代初 表面上国内是一团和气 干群关系好像没有问题 其实毛主席老人家他知道 国内的干群关系有严重的问题 群众对官僚体制有严重的不满 这里有一个势力可以证明 我们知道1962年大饥荒 他的灾荒还没有完全结束 当时的中央 也就是少奇同志领导的 为了保护干部 爱护干部 把61年下半年的一个政策 给他扩大化 61年下半年在八九十月份 中央有一个政策 在经济特大困难的时候 对于高级知识分子 特别是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统战对象等等 给予富士平补助 这是国家在61年下半年 对少数的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 海外统战对象等等等等 一个政策 可是少奇同志到62年的时候 把这个政策给他放大了 放大到什么呢 照顾党的17级以上干部 每人都有一份 每人都有一份 62年 我们说 同学们你们看过 那个电影叫焦裕录 焦裕录那个电影 焦裕录是62年的春天 被党派到兰考县 做县委书记的 我们看62年是多么一个困难的情况 可是就在七千人大会 这个前后 开始对17级以上的干部 进行富士平补助 这个补助 比如说每个月 当然今天看都不算什么补助了 每个月两斤黄豆 两斤肉 两条烟 可是在当时 这给群众深刻的刺激 深刻的刺激 当时的理由就是 干部是带领群众 要救灾救荒 所以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可以先吃一步 比群众吃好一点 所以各地当时都在搞这个东西 比如说辽宁省 辽宁省就通过在62年春天 搞一些叫马力主义学习班 把这些17级以上干部 送到招待所里面 学一些马力著作 学两个星期以后 或者是一个月 身上的腹肿都没有了 脸色都好起来了 都开始好了 四川也是这样 全国各地都找一些名目 让干部到招待所去吃去 这种情况非常严重 至少到今天我没有看到 说是毛主席 毛啊 来支持这种 这种情况的 这是刘搞的这个情况 刘啊 刘少奇搞的 所以刘主席被认为是 广大干部的贴心人 广大干部贴心人啊 所以 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强烈不满 就是60年代初的 我想毛泽东在63年64年 做了一些努力啊 来缩小 他称之为的三大差别啊 城乡差别 劳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啊 什么等等啊 做了一些努力 这个努力 一个啊 就是刚才我讲的 要求干部参加劳动 枪制性的 第二个 取消军衔制 第三个 从他老人家开始 降低工资 干部降低工资 从65年开始 许多干部 包括军队高级干部 都降工资了 毛主席原来工资 每个月是600多块钱 到64年 65年以后 降到404块 做了一个示范性效应 就表示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文革初期 毛泽东又提出来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什么巴黎公社式的原则 进行选举 以后有很多很多 文革中的所谓精神事务 但是从以后的 我们看这个 我要看了 就从以后的事实看 毛主席的这个反官僚主义 支持群众的大民主 我觉得他的这个思想里面 是充满矛盾的 是充满矛盾的 因为消灭 农村的市场因素 建立城乡二元体制 这是他及中央 强力推动的 这当然和50年代初 国家要推行工业化 是有密切的关系 农民的长期贫困 是和公社体制相联系的 而这种体制 又被认为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俗性 而被毛主席坚决维护的 文革前 毛主席对官僚体制的批评 文革初期 他对所谓 制度创新的支持 都反映了 他要创建一种 所谓理想的社会主义 可是我想说 这些东西都是围绕 他的政治布局来展开的 政治布局来展开的 那么我的基本看法是 它是一个激进的左翼 它是左翼 激进的左翼 是运用一切方法 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方法 什么法家的那一套 等等等等 包括用传统的资源 和传统的方法 来实现他理想的那个左翼 但是他又有左翼的限度问题 他不时会根据情况的变化 从他的左翼高度后退 比如说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很简单的意思 16条中间 文革的刚领性文件中间 提到 要用巴黎公社式的普选 有没有 根本没有 以后根本没有 为什么呢 当他的那个政治布局 刘少奇打倒了 他要建立新秩序了 他根本就不要这个东西了 他就不要了 所以那些理想主义层面 是和政治上的布局是联系的 当政治的目标实现了以后 他就从他的那个高度会后退 会后退 那么我这里的看法是 他有着互相矛盾的两面 一个 他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造反者 这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个 他又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维护者 他的矛盾性 他的内在紧张性都在这 都在这 无可置疑 毛主席发动文革 我始终认为是有思想的背景的 不完全是什么权力 好像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以为啊 就是一个权力 权力斗争 不完全的 是有思想的背景的 但是他也要拿回他赶到已经丢掉的那个大权 大权旁落这四个字不是我讲的 是老人家自己讲的 1966年10月25号 他在北京说他多少年来大权旁落 大权旁落 那么现在好像我们学界有的时候流行一种分析模式 好像一提到这个毛主席的这个层面 就好像不深刻不学俗 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 毛主席哪是一个单纯的学院里面的思想人物呢 他是中国这个几亿人口大国的最高统治者 他最关心的就是他的那个革命的大权 这个是无可置疑的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王振同志 王振同志 王振大家听说过他的名字吧 王老先生 王老先生说他最爱的事 最关心的事就是权的事 他最关心 他没有什么去谈革命大道理了 也没有说弗拉基米尔 伊利奇 毛主席了 都不说 他说我最关心的就是权 因为没有权 我什么事都不能干 所以毛主席 当然 我这里意思是 老人家 觉得大权旁落 他要把他拿回来 毛泽东以后说 他说从七千人大会 他就看出问题来了 可是我要讲 看出问题和要解决问题 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62年以后 他想解决刘少奇 第一个有没有下决心 第二个就是想解决 条件也不成熟 不成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形式上退到了 所谓第二线 刘少奇在第一线 而刘的这个第一线的这个 也是毛泽东安排的 那么刘少奇从1945年开始 就是党的第二号人物 这20多年来 好像党内啊 基本上也接受了刘的这个 第二号人物的角色 好像干的也不错 所以 只能采取迂回的方法 迂回的方法 毛主席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 所以他对这个这个军事上的很多方法 他把它运用到政治方面 我下面讲的这个迂回 这个迂回面临困难 但是我想他的资源是巨大的 毛主席所拥有的资源是巨大的 第一点 他拥有领袖的巨大威望 这是别人没有办法比的 虽然因为大跃进的失败 毛主席在党的高级干部的心目中 威望有所损失 我讲的是党的高级干部 省部级干部都知道老人家是有错 心知肚明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刘主席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 绝不允许在党的会议上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看法 不可以的 严禁对毛主席的任何批评 这是刘 那么 同时我们今天也可以知道 有很多资料可以看出来 在困难时期 在我们的普通群众中间 事实上也出现了对毛主席的议论 这里我还要提到我们的丁学良教授 丁学良教授早几年写的一篇文章 我最早认识的几个什么持不同政见者 他就提到他的一个表姐 这不是你的表姐 他的表姐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平下中农的小姑娘 十二三岁 困难时期 居然在家里面对毛主席有不敬之词 不敬之词了 所以这个情况不是丁教授一个人所体会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料 就是广大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中间的若干人 若干部分都出现了对毛主席的议论 对毛主席议论在困难时期 可是我的意思是 在那个时代 除了极个别的情况 如果对毛主席有议论 都会被当成是现行反革命 被立即破灭 立即破灭 这是无可置疑的 当然你在家里面没有人报告 那别人不知道 如果是知道了 那是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困难时期 也不可以允许对毛主席有任何议论 所以虽然如此 我们的毛主席是何等英明 他是心知肚明 党内外 全国都有一种 对他的不满的这股潜流 他是知道的 毛泽东是知道的 当务志吉是怎么办 是放任自留 还是给予回击 我想老人家 他斗争了一辈子 他选择的是给予迎头回击 这怎么回击呢 自己起草中央文件 要求全党全国人民 学习毛泽东思想 当然这里也可以看到 毛主席当时的有些无赖 本来这些工作应该是刘少奇做的 你们都装聋作哑 都不说话 现在逼得毛主席 亲自自己出来写文件 下批示 全国人民应该什么高级 毛泽东思想红旗 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了 老人家自己写 特别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特别要学习毛主席讲的什么东西 都是自己写的 这个可以理解 他绝不妥协 你们不说 我来说 那没办法了 因为他们都不说 本来少奇同志 说的是很溜的 最会说的 现在他不说了 那么当然 在这个关键时刻 林彪站出来 林彪是在这个毛主席最困难的时候 给予毛主席有力的支持 毛主席迅速的给他一个回应 1964年 毛主席提出来 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解放军在林彪同志 什么什么什么 领导军委工作工作以后 各项工作有新的发展 有新的创造 所以一个是林彪提出来 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席 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 这是606162 林彪不断提出来的 毛主席马上说 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毛主席和林彪 在这个时候特定的情况下 实现了良性互动 良性互动啊 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个良性互动 少奇同志怎么办 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为什么 本来 你就是最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 你今天放弃这个工作 不做 林彪来做 你有什么理由去堵他的嘴 你这个批评林彪 你要给林彪降温的话 肯定要让毛主席和林彪产生误会 所以在62年以后 林彪不断的鼓吹 对毛主席的崇拜 这个过程中 刘少奇是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因为他老人家本身自己也是靠宣传毛泽东思想起家的 当然 少奇同志自己还有很多贡献的了 但是其中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是我讲的毛主席的有力方面 毛主席回集了 回集 宣传毛泽东思想 第二个 中书论战 毛主席在62年以后 这个我想沈志华教授他肯定会谈过 中书论战升温 毛主席绝没有降温的任何这个想法 就是升温就让他升温 中书论战给毛主席提供一个便利 就是把国际的返修和国内的返修连成一气 连起来 可是我们的刘主席呢 刘主席又是断裂 刘少奇第一 不想那么尖锐的跟苏联搞坏关系 刘少奇啊 刘少奇他对苏联的感情比较深的 刘少奇是1921年到莫斯科去的 我真的要提一个背景 1960年刘少奇参加中国党政代表团 到莫斯科去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由于谈的还可以 毛泽东同意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的这个名誉 访问苏联各地 刘主席去了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的群众大会上 居然情不自禁 脱稿 脱稿了 中央的稿子给他定下来的这个稿子 他脱稿了 兴奋的谈起自己对苏联的感情 他说1921年的时候 我还是20多岁的人 20多岁的年轻人 我们当时为了到莫斯科去 我们沿途走了快两个月 走到森林边上都是停下来砍木头 然后放到火车头烧 两个月左右才到莫斯科 他讲完以后 全场的明斯克的20万群众站起来 很多人流眼泪唱国际歌 而且刘主席在兴奋中间 居然喊了一个口号 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万岁 这是6160年11月 他脱稿了 脱稿 脱稿了 他的青年时代 起码有几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 所以刘呢 第一个 当然他以后同意返修 但是不愿意跟苏联搞得那么僵 他和毛的态度不一样 以后在毛的压力下 也认可要返修 但是希望国内还实行一个相对温和务实的一个路线 所以就造成了断裂 毛主席呢 理直气壮 占领了返修的制高点 对外返修 他说苏联变修是苏共二十大 为什么变修 是因为反对斯大林 反个人崇拜 对内不搞阶级斗争 专搞经济建设 奖金挂算 利别尔曼 对外和美国缓和关系 中国的修正主义呢 是对内搞三只一包 对外搞三合一扫 所以毛主席 他这个内外都连在一起的 毛主席还抓住中处关系紧张的这件事情 调动全党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热情 刘少奇只能跟着毛主席的调子走 但是作为一个反修战士 他总显得底气不足 反修战士是当时的一个称呼 毛主席以后把这个称号送给了康生 康生死的时候 中央给他一个称号 叫光荣的反修战士 我们刘主席作为反修战士 好像那个底气都不太足 康生作为反修战士 他是名副其实的 是名副其实的 所以刘主席果真没有几年 毛主席就把中国的赫鲁晓夫 这个铁帽子给他加上去 所以中书论战对毛泽东是有利的 第三点我讲一线和二线的模糊性 为毛主席的反击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便利 一线和二线 我们知道一线二线 从来中央没有制定过一个 一线二线工作法则 大家知道吧 比如说我们都有什么东西都有一个 章程的了 过去书记处有一个书记处工作章程 什么什么章程呢 就是一个星期开一次会 书记处主要解决哪几个问题 一个是人事任免问题 一个是什么什么问题 可是一线二线从来没有规定的 没有一个条文 完全是一个模糊的 一个虚拟的东西 一个虚拟的 那么我想毛主席在1960年上半年还在一线 虽然老人家在59年把国家主席这个位置让给了刘少奇 但是60年上半年毛主席还在一线 具体领导大跃进 包括1960年初的叫继续跃进 大跃进58年一个 60年还有一个叫继续跃进 这个跃到1960年的8月份跃不下去了 才停下来的 60年的8月份全国出现极其恶劣的大面积的饥荒 所以这个大跃进就停下来了 我的意思是毛主席60年上半年还在前台 60年下半年经济情况极度恶化 毛主席退居二线了 开始真的退居二线 那么老人家在60年下半年 特别在61年 他做了一个甩手掌柜 事情让刘少奇他们去做了 基本上老人家这个时候在南方 但是他密切地观察到北京 注意北京的一举一动 所以我的意思是 刘主席主持一线是什么呢 就是他主持政治局会议 但是重要的决定 重要的人事安排都要报毛主席同意 1961年4月 赫鲁晓夫为了改善和中国的关系 当时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赫鲁晓夫提出来 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 还有多少多少50万吨的古巴糖 古巴糖啊 我们知道当时糖非常重要 中国当时因为没有糖 我们从伊拉克进口了很多 叫伊拉克蜜枣 所以我们 我都完全有印象 因为我当时吃过伊拉克蜜枣 伊拉克蜜枣经常有很多细菌 所以造成我们中国的肝炎的流行 肝炎流行啊 伊拉克蜜枣 就是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没有粮食没有糖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 在中央常委会上已经做了决定 接受苏联的粮和糖 但是他们这个政策 他们没有拍板权 三个人专门飞到广州 向毛主席请示 老人家拍板 粮食不要 要糖 连这么一个具体的事情 毛主席都是管的 所以他在二线 他在二线就是不具体承担领导国家的具体的事 但是所有的大事 都是要他点头 所以一线二线是个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东西 很模糊 那么 1961年 我想对老人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一年 到处都是坏消息 都是坏消息 更可怕的是 更不是叫可怕了 更有点 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1961年 按照党的八大的党章 应该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八大党章 专门为毛主席设置了一个条款 本党在需要时设一个名誉主席 这个名誉主席就是为老人家设下来的 如果1961年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就按照法定程序 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 毛主席极有可能要做名誉主席 可是 我说 在那个时候 刘少奇等人都没有一个人敢提开会的事 开九大的事 所以61年熬过来了 一切就好 所以我们知道党的八大是1956年召开的 党的九大是1969年召开的 八大 开了12个中央全会 就是不开九大 毛主席坚决不开九大 当他把刘少奇打倒以后 才开了九大 所以61年是个非常危险的这一年 那么 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要去责怪毛主席 我的看法是什么呢 毛主席是有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是谁给的 刘少奇同志给的 1943年3月 由刘少奇同志亲自安排 制定了一个规定 就是 毛泽东主席 对一切事情 享有最后决定权 本来中央书记处同志是平等关系 但少奇同志在1943年的三月决定中提到 党中央三个书记 毛主席是书记 还有他和任毕是书记 任何刘的书记 只是毛泽东的助手 关系已经就是 43年决定讲得很清楚 他们不是同事关系 是上下级关系 毛是 是主要的 他们两个是助手 所以我的意思是 61年不开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 他可以觉得 他有这个权利 因为一切大权 都是你们同意的 那么下面我就要讲准备的问题 我认为在1962年到64年 这几年虽然有一些改变 但是呢 我们不能说 这个毛主席就准备发动文革了 我们看到的只是毛主席要改变 文革的真正准备 是从六五年开始的 六五年开始 用毛主席 他自己的话讲 就是叫刘少奇下台 可是 这样一个伟大的 巨大的事变 怎么可以这么庸俗的 叫一个 叫刘少奇下台的运动 这名称太难听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有一个充满震荡性的名词 最初他的名词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文革最初叫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1966年的4月到5月 才正式转辞 转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么六五年以后毛主席做了准备 这里我要提一下 就是一个是意识形态准备 这里毛主席老人家有一个特点 一辈子做什么事 他都要名正言顺 诗出有名 他和刘主席不一样 刘主席经常是在底下搞 因为刘主席长期搞地下斗争 就是历史上刘主席搞地下斗争出生多 毛泽东这个人讲 非常强调 他要诗出有名 他对这个理论 他一定要有个解释 他要有解释 他要显得堂堂正正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要在理论上说明自己的正当性 正当性 所以六十年代以后 老人家已经不像五十年代那样 甚至是更早的时期 他自己动手写文章 六零年代以后 他基本上写大文章不多 但是他会改很多东西 自己提笔写大文章已经不行了 这时候主要是要靠助手 初期他和刘少奇共用一批人力资源 这个人力资源就像陈伯达 吴冷熙 胡晨先生 胡乔木比较狡猾 胡乔木看到这个六二年 八届师中全会 毛刘 他觉得党无灵日了 他正好身体不好 因为他一直长期为毛主席服务 是这个成魂颠倒 早晨晚上是颠倒的 他的胃不好 所以1963年向老人家提出来 他要休养 所以毛主席批准了 胡乔木在63年就退出 毛主席的写作班子 所以这个人很厉害 他看了苗头不对 早点抽身 所以以后他混过了文革 80年代以后大展哄途 就是 所以他们是大展哄途 我们知道80年代 胡乔木同志非常厉害的 呼风唤雨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在毛刘62年以后 他不知道怎么办 生病最好 这是 所以我这里讲 人力资源不包括这个胡乔木同志 可是这个人力资源啊 毛主席最初他是靠陈伯达 老人家用陈伯达用了一辈子了 从40年代就用 陈伯达对他功劳很大 我12号还要讲这个林彪事件的时候 还会专门提到这个 我这里提一下 早期用它 后来慢慢发现 也不行了 最好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张姚是毛主席比较欣赏 特别是张春桥 张春桥 所以依靠江青 在上海组织的这个张春桥和姚文元 以他们为中心 就为毛主席建构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 我们就叫做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个理论从63年64年就逐渐的推出 那么一系列概念 在63年64年通过军队的报刊 解放军报到党的报刊 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化 比如说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年年讲 月月讲 阶级敌人 人还在心不死 时刻想复辟 阶级敌人是党内有 党外有 知识分子中更多 那么还有这个 毛主席红太阳 什么什么大救星 全世界人民的这个大救星 一天不学问题多 两天不学走下坡 三天不学无法活 这都是当时的词汇 63到66 这些概念 经过长期的广播 宣传 电影 画报 向身 实现了全面的社会化 全面的社会化 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大家不要觉得好笑啊 这些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第二个组织方面准备 毛主席 从60年代初期开始 他对军队统治 有一种特别的信任 他认为我们的军队干部 受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少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在军队中没有影响 所以他特别信任军队统治 从63年开始 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建构就开始了 全国的所有公交企业文教单位 普遍失利政治部 比如说清华大学政治部 上海江南造船厂政治部 这个很奇怪 这个为什么要个政治部 比如说中国远洋交通远洋局 远洋什么什么什么 中波远洋什么人传公司政治部 政治部基本上里面是复原转业精人 它的主体是复原转业精人为主 主要是搞阶级斗争 进行人员单位人员观察 哪些是好人 左中右再分左中右 主要搞人学的 搞搞人啊 人群学 人群啊 人群学 他主要工作就是这个 判断好人 左中右 左中右中间再分左中右 那么我想这个政治部的这个建制 在63年以后就有 使我们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越来越突出 那么毛主席肆无巨细了 其实今天我们很多人都以为 毛主席只抓大事 小事不抓 其实不是的 毛主席是大事小事都注意的 大事小事都注意 特别的敏感 特别的注意 他在1965年他到南方去视察 他在南方下令 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改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没有电视台了 电视台北京电视台 只有北京人看到电视 全国很少人看到电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派军队同志 一个军队同志 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他都是严密的防范的 做了严密的防范 那么1966年春天 又任命 叶剑英同志 负责一个叫首都安全小组 首都安全小组 这都是为发动文革 在布局了 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 叫组织准备 第三个叫拨笋子 笋子一层层拨 老人家自己并不会言 他说就是拨笋子 一层层拨 建国以后 我们就开始拨 第一层拨的是高刚 饶宿石 第二层拨的是 彭代怀 张文天 黄柯诚 现在拨的是 罗瑞卿 下面拨的是 最近又拨了彭真 就是拨笋子 因为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反革命复辟 资产阶级专政 第二个呢 如果笋子拨得好 就可以改变 这是毛主席 1966年6月10号 在杭州和胡主席 胡志明主席的谈话 反映了他的这种具体想法 就是一层层的拨 那么 毛主席在拨笋子中间 还释放烟幕弹 烟幕弹 马匹刘少奇 因为他现在已经认定 刘少奇是他的敌人 毛主席在66年的6月10号 和胡主席说 他说这个彭真很坏 多少年我就想把它拿掉 这个材料的功夫 你们可以看到的 那么他说 这个彭真把北京市委 搞成是一个独立王国 我的话他不听 刘少奇同志的话 他也不听 他现在是 他在这个批评彭真的时候 还带到刘少奇同志 好像他和刘少奇同志 都是革命战友 彭真不听我话 也不听刘少奇的话 等等等等 实际上 他是要麻痹刘少奇 麻痹刘少奇 刘少奇同志呢 在这方面 虽然是个老革命家 老地下工作者 好像敏感性不够 比毛主席要差好几个 层次 上好几个层次 刘主席居然在七月份 他向民主党派通报 党中央又揪出了 彭罗路亚反党集团的时候 他居然又把自己和 毛主席并列 他看因为毛主席这个话 需要传他们都看到的 他说 这个彭真不听毛主席话 也不听我的话 他真的是快到灭顶之灾的前几天 他还不知道 或者他有所知道 但是他还要撑的这个 他还要撑出来 就是他跟毛主席是在一起的 所以彭真一贯反对毛主席 一贯反对我 所以这是我们的刘主席 在1966年的七月上旬 接见全国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时候 通报彭罗路亚反党集团的情况时 把自己和毛主席并列 那么毛主席在65年 刚才我说他准备搞文革 1965年10月 他离开北京到南方去 回到北京是66年的7月18号 18号回来 这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 离开北京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一次出去 所思所虑都是为了发动文革 都是为了发动文革 那么我想就是前面刚才讲的 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就是拨笋子一层层拨 终于拨到彭罗路亚 1966年5月 一步步地向刘少奇逼过去 已经拨到刘少奇边上了 下面我要讲刘少奇 时间太长了 我争取十分钟把它讲完 时间太 这个从刘主席的这个 六几年的这个秦为来看 他在主观上 从来不想反毛的 主观上是力图紧跟的 我觉得刘少奇同志 主观上一直想跟毛的 毛泽东主席 63年 有一个指示 他说 要洗刷几百万 老人家又开始一个大 宏大的数字 洗刷几百万 这个毛泽东说了以后 刘少奇就要开始落实 所以刘少奇马上在毛主席的支持下 开始搞四清运动 搞四清 搞四清就是为了回应毛主席的 洗刷几百万的伟大指示 我们知道 刘主席是个理论家 共产党的理论家 他老人家好像也蛮沾沾自喜 自己的这个理论家的这个称号的 所以毛主席提了一个东西以后呢 他经常想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之 完善之 前面我说过 毛主席在60年代提了一个概念 叫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的手里 但是毛泽东主席没有具体讲 这三分之一的政权是什么政权 是什么性质的政权 我们的刘主席发挥了他的理论家的 这个长处 他给他做了一个判断 他说这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政权 叫做反革命两面政权 他发明了这个词汇 性质是反革命两面政权 白天是共产党 晚上是国民党 而且他还比毛泽东更激进一步 他为了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放心 毛主席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 刘主席说 不止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 他都比他还前进一步 所以我想我们的刘主席是非常想紧跟毛的 那么刚才我讲了毛主席又说了工人贵族 工人贵族说出来以后 刘主席又要想办法怎么来对应这个事情了 刘主席就要想办法了 六四年他老人家又发明了一个概念 他说我们怎么仿修仿修呢 怎么防止工人贵族呢 我们应该搞两种劳动制度 两种教育制度 什么叫两种劳动制度呢 就是把工人分成两种 一种叫固定工一种叫临时工 不要让固定工感觉太好 就是固定工临时工 进来的工人不要一下子让他当固定工 所以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矛盾 文革初期全国有临时工到北京 很多很多人到北京去进行 这个什么告状 说他们受到歧视啊等等等等啊 这个临时工和同工是在六四年以后普遍进行的 那么什么叫两种教育制度 刘少奇同志说 我们的全日式教育有问题 经常培养的是修盛主义 所以主要的是因为他们不劳动 今天呢我们应该全面的实行 半工半读 半农半读 半根半读 六四年以后 这是刘主席推出来的 全国在六四年以后大量的学校进行半工半读 那么我的意思是 毛主席提了一个概念 刘少奇马上接过来 接过来以后又发展 还可以遇落实 他并不是要跟毛泽东对了干 我这里我要说 那么 我前面讲了 毛主席这个 在六四年年底批评了刘少奇以后 这一年多刘少奇开始就非常低调 在四清问题上批评了刘的看法以后 刘啊就很低调 大会小会都做自我批评 都做自我批评 在那几年 我感觉到他们两个人在理念上 好像矛盾并不明显 并不明显 可是为什么毛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满 与日俱增呢 我想主要原因 我做了一个分析 我认为有几个原因 一个是不听话 另搞一套 另搞一套 我们知道在我们共产党内 我们只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家 这个伟大的理论家 就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其他人都不是理论家 我们知道 康生 他死的时候 中央给他一个称号 叫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可是这个被大家过去叫 尊敬为康老的康理论家 康理论家见过以后 没有写过一篇文章 都不写文章的 所以中国只有一个大英雄 只有一个大理论家 这就是毛主席 那么 我们的刘主席 总是想搞出自己的新花样 总是想有一个新发明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 在一些特定阶段 他任何一点和毛主席相议的观点 都会被放大 都会被放大 那么都会被解读为已经判到 比如说我这里稍微举个例子 62年下半年 刘少奇主席为了向全党解释 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 为什么在困难时就会犯错误 刘主席居然把他四十年 二十年前的旧座 在阎城 1940年 在阎城的一篇旧文章 叫人为什么会犯错误 把他重新刊映 在党内的省部级干部中间传掘 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文章的标题 这个文章就不应该是少奇同志学 这种宏大的 像波拉图和亚利斯多德式的 这种题目 你们看看人为什么会犯臭误 人为什么会骄傲 这样的题目是毛主席做的 同学们你们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比如说愣谦虚愣骄傲 这种题目不应该是我们具体的搞 具体工作的同志做的 我们的近来的周总理 从来不谈这些宏大的问题 对不对 他谈的都是第三个五年计划中 执行的若干问题 关于粮食问题 所以我觉得少奇同志的理论上的 这个东西啊 本来没有什么事 过去毛主席也表扬过他 好像三天不学刘少奇 大家就跟不上了 这么等等了 也讲过瑞士的话 那是此意识彼意识 当六零年代情况不一样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就会被误解 被解读为离经叛道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少奇同志在无意中 触犯了党类高层生活的潜规则 潜规则现在这几年 不是流行这个词吗 1964年 少奇同志达到了 他的一个新的高峰 新的高峰 这一年的春天 这一年的夏天 他带着他的夫人王光美同志 在全国14个省市进行巡回演讲 夫妻双双进行演讲 刘主席演讲两种劳动制度 两种什么工资 两种教育制度 两种劳动制度 王光美同志演讲 桃园经验 从北京一直走到什么地方 走到昆明 走到昆明 到了昆明 我们贵州省的同志 邻近周边的地方的同志 省亲戚干部 全部到昆明去听报告 听报告 这一次浩浩荡荡 带着夫人的周游14个省市 是个很大的事情 很大的事情 在共产党内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我们知道毛主席 当然是支持江青 毛主席在62年的夏天 刚才我讲 八届十中全会的时候 他把江青退出来了 江青给老人家封锁 在那个冰箱里 关了十多年 到了62年 62年10月 毛主席放江青出来 放了出来了 但是老人家对江青 也就是出席观看了 江青搞的几个革命现代京剧 从来也没有带着江青 一阵到哪儿去 让江青去做报告 他坐到旁边 听江青做报告 没有过的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从来没有带 邓颖超同志 去周游各省谈 妇女工作的经验 但是没有啊 邵琪同志 一个老革命家 居然忘了 居然忘了 所以我们讲 这个可能也没有人提醒他 没有人提醒他 不会有人提醒他的 我们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很大的事情 下面还有一个 更严重的 祸从口出 这是一个自负以来的道理 在1964年的8月1号 我们邵琪同志在北京 在人民大会堂 副部级以上的干部 一个干部大会上 邵琪同志 他做了这些做报告 讲个兴奋起来以后 他离开了座位 学习斯大林同志了 大家知道斯大林同志 你们看电影看过吧 斯大林同志 一般掉了个烟斗 所有政治局委员 坐到底下上坐的 他来回走 边走边讲 这是斯大林同志的领导方式 斯大林同志 但是只有斯大林 可以这样子做 当然毛主席 也可以这样做了 我们的刘主席 所有的副总理 什么副部长 政治局委员 元帅都在这 邵琪同志在 主席台上来回走 来回走 就在这次来回走的时候 讲了一些出格的话 比如说 调查会过时了 调查会啊 调查会是毛泽东发明的 版权属于毛泽东 他现在公开的说 这个东西过时了 又说不蹲点 不能做中央委员 谁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 蹲点 我们知道中央领导通知 毛主席没有蹲过点 其他都蹲过 刘主席并不是想 影射毛主席的 但是祸从口出 祸从口出 如果严格的读稿子 可能没问题 1964年情绪高涨了 所以脱稿 好 出了问题 他说谁不下去 敢下去 我告诉大家 那个时候下去的人不得了 副总理什么都下去啊 空军司令员吴法县 在江苏省的江都县蹲点 叶群 林彪的那个太太 在太昌县蹲点 所有人都下去蹲点 刘主席的动员能力这么大 一声号令 全国150万干部 到农村去蹲点 让毛主席产生高度的警觉 毛主席最后讲了 我讲了多少次都不听 没人听 还是你刘主席厉害 你一讲大家都下去 这次会议 江青没有参加 但是江青知道所有的情况 会议 会议一结束 江青跑到毛泽东面前去哭 说 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了以后才鞭尸的 现在你还没有死 人家就要鞭尸了 江青的这些话 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对老人家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 有重大影响 好了 我说下面我们快结束了 1966年7月8号 毛主席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非常重要 谈他对文革的基本看法 这就是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 过多少年又来一次 等等等等 7月16号 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武汉现身 这个不是一般的事 同学们 你们都不知道 当时我都印象太深了 我想丁学俩我们都有印象 我不知道老丁有没有印象 不不不 有长江游泳啊 不得了啊 我这里举个例子告诉大家 毛主席在60年代 64年左右 65年左右 他对他的身体情况 经常放一些假消息 放假消息 他要迷惑地修反 迷惑外国的敌人 和党内的敌人 最近有一个材料公布了 去年前年公布的 是苏联驻中国大使 当时的七尔奥联科大使 在和毛主席谈话的当天晚上 给莫斯科的秘密电报 毛主席这一天 和苏联的七大使谈话 还有另外一个材料 我们国内的材料有个印证 国内的材料呢 是一个周富明同志 现在还是毛主席的 那个旧居啊 中南海旧居的 那个看管者 周富明 周富明呢 他写到这一天 毛主席要见苏联大使的时候 毛主席告诉他说 我马上要演戏了 演戏了 哎 我有看到这个苏联大使 这个材料的材料 对起来了 苏联大使说 毛主席啊 对 周先生那个书上也讲 毛主席是躺到床上 躺到床上 精神是躺到床上 跟苏联人谈话的 苏大使说 毛主席精神奇奇疲惫 头发很长 头发很长 跟他说 我已经接到马克思的通知了 接到马克思通知了 毛主席又说 我最近半个肩膀麻 麻 大家知道吧 年纪大的人啊 就是血压了 或者是半个身体麻 毛主席释放假情报 苏联大使当天晚上 给莫斯科记报 今天见到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说他手上麻 这太重要了 这非常重要 哪知道是毛主席放的假烟幕弹 烟幕弹 他一辈子打仗啊 大家知道 深冬即西啊 深冬即西啊 所以1966年7月16号 突然一下子毛主席游长江 老人家73岁 红光满灭 游长江游了一个多小时 游了二十多几 不得了啊 全世界震惊 这个毛主席身体这么好 真是不得了 两天以后人民日报通栏标题 我当时是小学五年级 我看到这个标题到现在印象很深 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 他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政治含义很大 政治含义太大了 政治含义太大 我说毛主席终于找到了一个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具体形式 这就是撇开党的机器 党的各级机关 或者暂时的冷冻党的这个垂直机器 重新组织由他老人家亲自控制的党的意识形态传媒机构 建立一个领袖和人民直接对话的那个管道 毛主席以革命 以人民的化身来直接领导革命 这就是我认为毛在文革 他为什么要把党委抛开 那么果真几天以后 毛泽东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 8月5号 在党的八戒十一中全会上 老人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把刘少奇赶下台 刘少奇成为 林彪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那么下面我要讲 再花十分钟时间 对不起啊 今天给同学们耽误你们时间了 好的 我还有几分钟 我下面要分析 为什么老人家做了大量的防范 他在65年到66年 他防范的非常多 调兵遣将 调兵遣将 又是这个军到北京 这里到了里 他做了大量的布局 天天担心修正主义者搞政变 搞坏事 没有一件发生 没有一件发生 可以说 他发动文革 除了碰到彭真的一点小小的抵抗 我们知道彭真同志为了保护吴涵 跟他老人家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较量的过程 但是老人家一出手 老人家以后讲了一句话 彭真是什么 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 他说彭真是一个渺小人物 我动一个小枝头就把他打倒 这是老人家之间的原话 所以毛主席一反击 左向披靡 刘少奇是完全坐等自己的倒台 为什么 我下面分析几个原因 我说在当时的背景下 毛主席在体制上 在意识形态上 在道义上都有合法性 都有合法性 甚至是巨大的合法性 第一个毛主席就是党 这个概念深入人心 任何人出问题 彭罗路阳出问题 刘少奇出问题 都不会损伤党的威信 最多只是要修补一下 这个修补性的工作 主要是在文革期间 是由我们的主总理来做 我们总理就在文革中间 几次会议上解释了 为什么刘少奇是个坏人 但是我们现在就把它揪出来 那么他这个坏 他的反革命 有一个发展表演的过程 我们对他的认识 也有一个出现深化的过程 像这种解释是有人做的 只要做一个解释 做一个修补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在文革初期 到了六七年 全国的所有党委都给打烂了 毛主席在他老人家看来 也无所谓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有他老人家在 就是党在 有他老人家领导的军队在 就是党在 我讲的第一个 毛就是党 第二个 从建国开始 我们的宣传部门 每一分钟做的工作 主要工作就是歌颂毛主席 李胜之先生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 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 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的 每一分钟 都在做的是 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分工委纪 做了几十年 这个工作的成效极大 极大 我们广大群众 都相信毛主席英明伟大 最多是底下的坏干部 欺骗毛主席 毛主席是伟大的 这是老百姓的根深地步的概念 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 那个 肯定是底下坏干部 欺骗毛主席 所以文革初期 我们还听到这样的看法 就是刘少奇是三年自然灾害的 最大的罪魁祸首 明明是刘少奇挽救经济 挽救人民 可是到文革一番 是刘少奇是三年自然灾害的 罪魁祸首 那么 我想这个 毛主席在文革中间 他对意识形态控制的非常紧密 今天我们知道 文革的所有的两报一刊涉论 都经过老人家的修改 我这里讲所有的文革期间 人民日报的 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的 所有色论 都经过他老人家的修改 所以老人家工作是真的很忙 非常忙的 那么 他亲自来掌控意识形态 和由江青 张春桥 来传达他的最高指示 增加了毛主席思想的权威性 另外 又在这个个人崇拜的大环境下 建立一个领袖和人民 直接对流的这个管道 老人家以后 他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他分析了一下子 想了一下子 苏联为什么会变修 就是因为 见过列宁的人太少 所以老人家 在1966年的下半年 多次 八次 在天安门广场 接见红卫兵 他说 见了他的以后 意思红卫兵啊 就会增加反修防修的那个概念 他有这个想法的 所以 我说 文革中间 我们的意识形态没有真空过 从来没有真空过 我们的意识形态 是实现了 毛主席对党的意识形态的 完全的占领 完全的占领 使得他拥有 多一无二的 任何人都没有的 那个巨大的社会动员和统合力量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毛主席要修补体制的弊端 我们广大群众 特别是青年学生 觉得毛主席和人民性联系 我们知道在文革初期 少奇同志派出的工作队 把许多学生打成反革命 把许多学生打成右派 今天我们资料都知道 在文革初期的派工作队的 那五十多天里 少奇同志还有一个批示 高中学生 也可以打右派 只是高中生的右派 要报北京新市委 一个个审查 批准 打右派可以打到高中生 高中生多大岁数啊 才十六七岁 十六七岁当成右派 大家知道你们可能不懂 这个什么概念 就人民公敌啊 人民公敌就是彻底毁灭 彻底完蛋 彻底完蛋 我所在的学校 南京大学 法文专业 法师二十二个同学 都被打成反革命 就是在文革初期 所以那个工作队 打了很多学生 打成反革命 今天毛主席说 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他来解救学生 给他们平反 那么 这是一个 毛主席要搞平等 李刘主席是照顾十七级干部 对不对 你给十七级干部 什么二斤豆子 两斤油了等等啊 那么 毛主席说 把这个医生赶到农村去 我们的医疗工作的重点在农村 你们搞城市老爷卫生部 等等 长期以来 特别是五十年代 中期以来 我这里要讲的是反右运动以后 基本上领导是不能批评的 多年以来 长期接下来的 青年工人 学生和那个 所谓单位领导之间的矛盾 长期积累 长期积压 长期积压 文革提供了这个管道 一下子宣泄出来 宣泄出来 所以 长期以来对官僚主义的不满 对干部特权行为的不满 这种心理 今天毛主席来支持我们 起来造反 当时有一个歌叫 革命方知北京进 造反更绝主席清 我觉得不夸张 不夸张 66年的时候 对于那些打成反革命 小右派 小鱿鱼 当时还有一种称号 报纸上都登了 反革命 小鱿鱼 小小的鱼在里面走 小鱿鱼 对于被打成小鱿鱼的人 他当然觉得毛主席清 这是没办法的 所以这里我讲的 就是毛要修补体制的弊端 很多人觉得毛代表人民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我讲 毛主席掌握了权力 林彪支持他 权力支持他 毛主席对全国的公安 谢富志同志 那个谢富志 现在说他是林彪四人帮的死党了 谢富志 是完全听命于毛和江青的 所以公安又是在毛主席的 直接掌控下 我们的刘主席呢 刘主席在六十年代 就没有参加中央军委 我们的周总理 也没有参加中央军委 所以军委是毛主席的 最最核心的 这块地方 这块地方 刘主席虽然是主持一线工作 对军队没有任何影响力 没有影响力 所以毛主席拥有最实际的权力 军队权力 全国的军警大权 由老人家直接控制 直接控制 这是我讲的第四点 第五点 我们的刘主席 刘主席多年以来做一线工作 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 愿意还是不愿意 你都身处矛盾的中心 都身处矛盾中心 长期以来 这个党内的不同矛盾 不同的三头都有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中间 由我们军队同志 对刘主席的矛盾 因为刘主席长期 他比较重用一些北方局出身的干部 那么军队同志长期以来就有看法 就有看法 还有其他同志对这个北方局的矛盾 那么还有这个 刚才我讲的 这个群众中长期以来 对官僚体制 对那些东西的特权行为都不满 这一类矛盾 还有我们刘主席本身的一些问题 不是问题了 就他的特点 他老人家有个特点 就是喜欢走偏分 所谓走偏分 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 一个极端到一个极端 那么他在四清运动中间 打击面过宽 四清运动 刘主席亲自指导的四清运动 是1964年的夏天 到64年12月 这半年期间 搞得非常过火 非常非常过火 以至于毛泽东出来揪偏的 那次四清运动 应该讲是毛来揪刘的过火的偏 那么又是得罪了很多人 伤害了很多人 那么这里我还要讲一点 别人都说刘主席有偏心的一面 偏心 一个大家长 对儿女要公平 一碗水端平 但是总觉得刘主席偏心 他偏来偏去 偏的是北方区的那一摊子人 就是一直对这个 大家都有看法 再有一个 我们的刘主席 性格很 怎么说 这个性格比较很持重 很严肃 很严肃 这是他的风格 我们的毛主席和周总理 大家都知道 比较随和 起码在跟群众接触的中间 什么小同志 你多大岁数 爸爸妈妈在哪里了 大家知道吧 这是毛主席 周总理都是这样子的 总理甚至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 厨师 他的名字都能叫出来 他对他们都很好 我说毛和周都有亲和性 个性上有亲和性 我们知道那个大陆家 徐福关先生 徐福关先生 1943年在延安见毛主席的 他马上就被毛吸引住了 他说毛是有那个魅力的 毛叫他去看看刘少奇 说你应该看看刘少奇 刘少奇应该跟他谈个话 他见到刘少奇以后 他说刘少奇这么一点 没有任何特色 没有特点 这是徐福关先生 1979年写过一篇文章 回忆他1943年 徐福关先生当年是国民党少将 国民党派到延安的观察员 对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物 有近距离的密切观察 毛是有亲和性 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知道一个材料 去年夏天 我和金冲纪先生 还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金冲纪大家知道 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常务的副主任 是我们官方的毛传的主编 官方的周传的主编 金先生和我我们都看到一个材料 都觉得这个材料很重要 这个材料是谁写的呢 是反映的是一个 50年代刘少奇同志的一个老司机 老司机啊 老司机给少奇同志开了一年的车 但是这一年期间 少奇同志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一句话不说 那么当然写这个材料的人说 因为少奇同志长期从事地下斗争 所以他的性格比较严谨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可是我们想想给中南海 给刘主席开车次的人 他的三代或者五代都早就审查过了 查三代查五代都要查过的 大家知道吧 一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才能给这些最重要的领导同志 开小汽车的 我这样说的不是批评什么 我的意思是个性的问题 个性比较严肃 比较严肃 不太和人交谈 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被认为 在文革的那个东西 那个特定的背景下被激化出来 被激化出来 我们说文革前 虽然在六四年 刚才我讲六四年是少奇同志 到了顶峰 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部门 为了宣传少奇同志 全国放过一个电影 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还记得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名字叫燎原 星火燎原的燎原 这个电影是以燎原大坝公为背景的 是歌颂刘少奇的电影 这个电影的主人公 你们听他名字 这个名字叫雷幻觉 像春天的惊雷一样 唤醒人民的觉悟 简称雷幻觉 雷幻觉就是少奇同志 把很多李立三的光辉事迹 也加到他身上 一部分是刘少奇同志的光辉事迹 几个合成起来 雷幻觉同志 我的意思 那个高大权 文革中的三突出高大权 六四年也一样的了 也曾经捧过刘少奇的了 那么 全国人民也看过这个燎原 但是毕竟和毛主席相比 这个燎原啊 也就是一部电影吧 一部电影 广大人民对刘少奇同志的体认感不太深 六十年代还有一个体认 就是我们看过刘主席访问印度利西亚 这个电影影响很大 广大人民都通过这个电影 认识了王光美同志 对不对 真的是 你们可能都不晓得 我们六三年六四年 老师都带我们到 去看了个纪录片了 刘主席访问印度利西亚 所以 我们老百姓了解的刘主席 一个是刘主席访问印度利西亚 一个是雷幻觉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大学生和机关干部都知道 少奇同志五十年代提了一个重要概念 叫做党的驯服工具 大家听到都是这些东西 做党的驯服工具 这里面可以查到的 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们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 党叫你放哪里就哪里 那么 我们根本不知道 少奇同志在六十年代初 经济特别困难的时候 为挽救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为挽救人民生命做出的那么多的贡献 我们不知道 那个年代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毛主席 所以我的意思是 老百姓知道的 就是报纸上告诉他们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 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干部和群众基础的 我印象中 当时我们很多人对刘主席倒台是吃惊 很多人很吃惊 很镇静一下子从第二号人物变成 第八号人物很吃惊 但是没有人难过 我不知道有些年龄大的老师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和总理完全不一样 总理那个76年1月8号去世 全国人民都难过 心里难过悲痛 刘少奇同志下台大家不难过 就是很吃惊 可是不难过 说明这个问题 当然毛主席发动文革搞的很多东西 是超常规的 超常规的 他是背着中央一线领导 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1964年年底 他当面向少奇同志说 我动一个小枝头就可以打倒底 我动一个小枝头就可以打倒底 这样的话不是共产党领导人之间 那种常用语言 对吧 常用语言不是这些东西 常用语言一般都要用另外一套语言说话的 但是我还是要说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大多数的步骤 他的波笋子 波笋子的大部分的这些内容 都是通过刘少奇 都是通过中央的会议 用合法的形式实现的 都是假守刘少奇 他就是搞刘少奇 也是让刘少奇主持一个会议 主持一个会议 搞他自己的会议 这就是毛主席都是通过他的 也就是符合组织程序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符合组织程序 那么从1965年开始 我们正式的表达就是 毛主席党中央 以前是党中央毛主席 从65年开始就改过来了 所以毛主席就是党 就是人民 就是革命 他就是真理 他做任何事都可以 在那个年代 我们中央领导机器 为了党的团结 顺从他 人民崇拜他 使得老人家 真正拥有 不受制约的任何权利 或者叫无限的权利 他没有无限的权利 文革发动不起来的 如果按照真正的 按照组织程序 是发动不起来的 好的 最后我想讲 文革发动到今天 已经40多年了 我今天谈的呢 是根据我所看到的历史资料 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分析 把我的一些看法 和各位老师 和各位同学交流 但是呢 我想讲我这个也只是一种解释 一种看法 有一个理论家说过这样的话 历史乃是叙述过去 但绝不等于过去 这有点相对主义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今天到现在为止 有关文革发动的很多历史档案 还没有开放 还没有开放 所以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和各位谈这个问题的 也只是作为一种解释 供各位参考 也就是 请你们这个多批评 多指正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在这里 一种谈的 您怎么做 我们今天 觉得他在这种 利用的 监控 都公开 我都公开 你们就是 这个 好 你们 我可以 您的问题我这样子回答 第一个就是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 对你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 到底是错误还是罪行 都有看法 像李锐同志 李锐老先生 党内的一个老干部 他就认为毛主席是开国有功 建设中间有错 文革有罪 这是这样一种看法 那么我是现在不基于 对他的罪不罪这个问题 想做直接判断 我想第一个 还是把更多的历史事实搞清楚 历史事实搞清楚 我基本上同意中央的看法 就是文革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国家的浩劫 这是我同意的 至于毛发动文革是不是有罪 这个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接触到 你刚才讲的这个层面 对不起 这个我们因为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每个人只限问一次问题 好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您刚才讲就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 我想第一个 如果我对于自己要求了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学研究者 我们对我们研究的对象 我们要保持一个距离 要保持距离 我们尽量要限制我们的主观性 建制主观性 当然我想我们生活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下 我们这个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倾向 但是我自己要求自己的 是约束自己的主观性 所以 喜欢还是不喜欢 我自己现在很难说 也许我写的文章 读者怎么看 看出是什么就是什么 因为绿衣服的同学 对 对 就是说 还包括以前清代的魏元修亲史 这些都已经改变这个情况 但我想就是说 想听听就是说 当代人来修当代史的话 你会觉得会遇到哪些问题 我想看看 听听你的这个问题的评价 好的 你这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代人不修当代史 它是有一定道理的 有道理的 你刚才也提到 就是我过去写过文章也提到 实际上19世纪以后 这个传统就开始有所变化 本朝人就开始修本朝史 特别是我们到了21世纪 文明的这样一个开化的一个时期 所以可以这个修当代史了 但是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 是有关资料的问题 因为我们做历史研究 不是搞十四评论员 十四评论员一点点资料 就可以铺张起来 历史资料 都要建立在扎实的 确证的 经过考验的 史料的基础上 如果大批的材料 还在大类 那个密格里面藏起来 那真的是困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受制于我们人的主观性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中间 我们自己有强烈的情感好物 我自己比如说 我要求自己约束 但是我是不是自己能约束住 我自己要不断地提示自己 第三个 我们谈的事和人 离今天太近 好多都是牵涉到利益关系 利害关系 比如说刚才我讲的这个 可能 我讲的这些 有的那些家属听到可能心里就不太 他听了就不高兴 对不对 我刚才提到的某些人 他们的后代还在了 儿孙都还在了 那么儿孙的感觉 他的立场肯定跟我不一样 我就是把他看成历史人物 我对他不产生既定的热爱 还是不喜欢 但是儿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他们肯定不高兴 肯定不高兴 所以这个牵涉到利益的关系问题 总之是当代人修当代史 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毕竟现在是到21世纪了 毕竟是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 严肃的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争取 有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还是可以做的 主要是当代人 我们修当代史 也有便利的方面 就是我们对这个历史 我们的感受特别深 特别深 所以我觉得修历史 有感受是特别重要的 这里不去展开了 那这样的话 后面那位 我下次一定控制时间 我12号还有一次 今天万一没有机会的同学 12号还可以提 谢谢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您觉得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建国初期 这么仇视知识分子 我用仇视的这个原因 是因为觉得 他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迫害 实在是有一点有为人性 第二个问题是 您觉得为什么中国 在当时的那样社会 没有发展成为像近代 西方社会的一个 三权分立也好 或者说是君主利剑也好 这样的制度 而是成为一个更像是 分建社会的一种帝王制度 这和毛泽东没有接受过 近代西方教育 您觉得有没有关系 好的 同学 你的两个问题 我回答一个好不好 后面的问题太大 真的太大 可以写一本书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啊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从革命年代到毛时代 我们看到两种叙述 一种叙述 就是知识分子对革命的重要性的叙述 毛主席也说过 我们的革命需要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扮演什么什么重要的作用 没有文化的军队 就是一个愚蠢的军队 没有愚蠢的军队 是打不过敌人的 他有大量的这方面 知识分子和革命 对革命有作用的 这方面的叙述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大量的 对知识分子的批判 否定性的叙述 比如说毛主席在四十年代 就说过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连狗屎都不如 他说狗屎可以肥田 人屎可以喂狗 教条 书本 书本有什么东西呢 只要是有一个眼睛 坐到这儿就能看 还不如大师父 大师父是杀书的话 猪会跑 你还要去赶他 多数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 他等等等等 对知识 对书的那种批判 四十年代就有 五十年代更多 以至于六四年左右 毛主席还说过这样话 总之选接班人 要学 要选那些知识少的 要选知识少的 文化低的 等等 为什么这样 我这里稍微提 提几下 不展开 第一个 年轻时候 受过中国的 传统中的 那个反制主义的 那个传统思想的影响 我们明清时代 有一种实学传统 实学是不错的 但是把实学推到极端 就是读书越多越坏越笨 越污染 这样的思想也有的 他年轻时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 这是第一点 不展开了 第二点 国际共产主运动中 有这个传统 革命 非常强调意识形态 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啊 它强调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敌对意识形态的载体 就是知识分子 敌对意识形态的载体啊 我们革命的最后的目标 是要建设新文化 建设无产阶级的新人 建设新人的过程 就是伴随着一个 敌对意识形态 和敌对的 那个知识分子 那个载体的 一个否定和批判进行的 我们记得列宁说过这样的话 列宁曾经说过 很严厉的话 他说他批评那些知识分子 叫做那些资产阶级的 猪狗们 猪狗们啊 他这个和高尔基看法都不一样 高尔基还经常去向他求情啊 请一些什么钢琴家啦 画家啦 让他们离开 但是列宁还算不错 一方面有批评 一方面还是同意这些钢琴家 数学家到波兰去 到基克斯罗伐克去 所以我们才有20年代 可以看到 在捷克的布拉格和巴黎 有白俄知识分子群 白俄知识分子群 国际共运有这样一个传统 第三个 国际共运中还有一种 所谓有机化知识分子的这个概念 格兰西提过 组织化的有机化的知识分子 和我们一般传承知识的 那个知识分子概念是不一样的 有机化的知识分子 有机和无机啊 有机化肥 无机化肥 就是我怕你们听 有机无机啊 有机知识分子的职责 就是不断的用革命道理去教育人民 他的天生就是教育人民 以教育人民为职责的这种革命家 基本上都是一些啊 不是说全部 许多人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啊 带有绝对主义倾向的 绝对主义倾向的 从苏联到中国到波尔布特 很多有机化知识分子 是在西方的明台大学学习过的 比如说柬埔寨的肯伯迪亚的那些知识 那些什么高级领导人 都是巴黎 PHD啊 对不对 一点不影响 他对那个东西的否定和批判 比如说坎布特亚 我们知道戴眼镜是一个罪责 是知识反动知识的拥有者的一个标志 对不对 戴眼镜啊 因为你思想不够纯化嘛 不够纯化 我们要建立一个轻的纯洁的 不断纯化的新世界 今天我第一个开始讲的 那个不断纯化的新世界了 张国焘在30年代也是一样啊 他虽然没有学过那个有机化 但是走的还是有机化道路 张国焘他发明 第一个是从眼镜 第二个看手上有没有剪 第三个看腿白不白 腿啊 小腿 小腿肚子 小腿肚子如果白的人 肯定是知识分子出身 所以对于这些人 应该怎么样 当然有一些还是要留下来用的 许多是把他杀掉 把他杀掉 用决绝的态度 把这些旧思想的载体 知识分子 把他消灭 这是我刚才讲第二点 国际供运的 以及有机化知识分子的这个概念 第三个 中国革命特殊模式的这个影响 中国共产革命是在农村进行的 中国共产革命的主体是农民 建国出我们有个统计 全党三百多万人中间 百分之六十九的党员是文盲 当我们这个革命胜利者 进入城市的时候 我们是胜利者 充满了自豪感 我们战胜了敌人 对于那些知识分子充满了鄙视 充满了鄙视 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那些瞧不起知识分子 过火政策了 都是可以 不是讲可以理解了 它就发生了 所以毛主席曾经在五十年代 毛主席是有眼光的 他知道中国的建设 离不开知识分子 五十年代初讲过很多 革命需要团结知识分子 讲过很多话 毛主席也曾经批评过 那些农民出身的 眼光狭隘的这些同志 说他们是代表着 农民的狭隘思想 但是毛主席紧接着说 忠诚更重要 忠诚更重要了 所以我们批评那些 农村来的这些同志 虽然没有知识 小心眼 但是他们很忠诚 他们对党很有阶级感情 几个原因 所以会膝成流 导致了最后在文革 终于把知识分子一锅主 本来是有政策区别的 我这里要强调一下 毛和刘是有区别的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区别 我们刘同志也批判知识分子 但是刘同志 把是否入党 看成是一个标志 入了党的同志 就是好同志 就是好知识分子 我们的毛同志 管理入党不入党 都是要改造的知识分子 差别就在毛和刘 毛主席更激进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留给吴家伟讲 我听得太入神了 我希望您下次讲说 不要给时间限制 我不是想问问题 我说我们作为所谓知识分子 我们有时候想想 我们有些地方自己是有问题的 我们的自豪 我们的自傲 或者是对非知识分子的亲密 亲事 或者是不关心 不关怀 这些地方 所以当年我看毛主席 写到知识分子的分析 我自己看完以后 我觉得他说的弱点 他说的缺点 我都有 所以我想有时候 我们自己也是要 自我反省 谢谢 谢谢你 因为时间关系 不能让更多的朋友提问题 但是下个星期三 12号 高教授还有一场 那么是谈林彪事件 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参加 我们再次感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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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